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像我们现在一般保存的话都是用那个塑料桶把它密封起来 保存个几天是不会坏的 只要把它压紧 把里面的空气排完 像我们这个豆腐渣都是很干的 这种是不带水分的 因为这个都是通过分浆机直接分离的 这上面就是一台分浆机 这是最后一道工序 它经过了两次 这是第三次分离之后 所以这个豆渣是相当干的 像现在的话 这个豆腐渣都是淡机啊 每天就这么一点点 我们八十多份油就刚好吃一天 因为像我们这边下半年就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下半年都会打那个钱帐跟那个豆腐 干豆腐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季节温度太高了 差不多的话 每天大概就是 他们这个厂的话才八百到一千斤黄豆 像等到下半年温度低的时候 像一个厂的话 每天最少有两千斤左右的黄豆 这样就比较量就比较足一点 像现在的话 每天拿这么一吃了 最多就吃一天 还要加上其他的草料 不然这个牛哥陪伴好 都会保 刚刚已经全部装完了 今天才这么一点 最多才六百斤黄豆 所以这个厂的量也不是很稳定啊 也是很不大的事情 好看 好看